他打悲情牌 南鐵東儀那個悲情比他嚴重得多了耶 有多少人因此 異嫩而死 所有的榮華富貴 所有的好處都被民進黨沾了 他還打什麼悲情 他是多麼的強勢者 你是個違法違章建物 你怎麼做信託 設立什麼礦工紀念 你那個建築物有紀念價值嗎 笑話吧 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賴清德 萬里老家違建案整以持續延燒 而20號賴清德在第二輪政見發表時 也再度回應老家的違建爭議 表示在礦區的居住權獲得保障之後 會將老家捐給公益信託 優先作為礦工生活紀念館 對於這樣的說法 我們來聽聽彭文正律師張靖怎麼看 這就是民進黨 所有從政官員一向的作風 死不認錯 不肯悔改 不去做正確的事 堅持己見 這就是我們今天的民進黨政府啊 這有變嗎 包括蕭美琴的國籍們 跟蔡英文的論文們 到上一屆縣市長選舉裡面 鄭文燦也好 林志堅也好 不都是如此嗎 哪個真正認錯 哪個真正去說 啊 我們這次做的真的不對 向所有人民道歉 有嗎 他打悲情牌 南鐵東儀那個悲情比他嚴重得多了耶 有多少人因此 意悶而死 這一些說真的 你今天要打悲情牌 人民是不會接受的 所有的榮華富貴 所有的好處都被民進黨沾了 他還打什麼悲情 他是多麼的強勢者 悲情都是弱勢 強勢的人打悲情牌 那是笑話一樁 他是一個違建 這一點沒有爭議嘛 剩下的就是你猜不猜的問題嘛 以及怎麼跟社會大眾解釋 你幾十年來有繳過任何的稅捐嗎 你是個違法的違章建物 你現在說要信託 怎麼信託 沒有執照 沒有權壯 你怎麼做信託 而且要設立什麼礦工紀念 你那個建築物有紀念價值嗎 笑話嘛 所以他扯什麼信託 扯什麼什麼礦工紀念館 其實大家看著就知道 都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些建築物都是一二十年之間的事情 有什麼紀念價值 你說美他也不見得美 住沒問題 但不是每個人的家庭 住在那邊都可以當成紀念館的 我們今天有很多的 比方說前幕的紀念館 或者誰的紀念館 第一個那都是對於國家 對於社會 對於人民 對於文化 有非常貢獻的 請問你賴清德 對國家目前有什麼貢獻 請問台灣從光復到現在 國民黨到台灣 到今天有多少的行政院長 有多少的台南市長 有多少的副總統 哪個有紀念館 或者有什麼的 你憑什麼嘛 這些都是濫用國家的資源 拿著人民的血汗錢 不當回事的隨便在用 請這些國安的不要錢嗎 這些錢來自哪裡 都是老百姓的錢啊 這個萬里的違建 它就是違建 這一點大家都沒有爭議 你今天以一個副總統的身份 還派了國安單位來 昨天才撤 這也是違法的耶 憑什麼你的老家 要由國安單位來住房 如果這個住房是合法的 請問為什麼昨天撤離 這顯示他就是違法的嘛 這根本不可以動用國安單位來幫他佔鋼 幫他防這個人民 湧向這邊的時候 他要做應變 問題是 人民為什麼會湧向這邊 把他當成 開玩笑講 當成一個觀光景點 就是 你們自己做的不對嘛 都是違法的嘛 你請國安單位來就是違法的 都是濫用公權力 都是假公祭司的做法 蔡英文請總統府發言人對他的論文發言 也是假公祭司嘛 這個論文跟他的總統職權有什麼關聯嘛 一點關聯都沒有嘛 民進黨用假公祭司的事情太多了 他的傲慢不死於今日 他在台南不到議會去備詢 不出席議會幾個月 好像快一年還是兩年 你說那個合法嗎 那個不傲慢嗎 他的傲慢絕對不是今天才來的 這就是民進黨官員已經在這幾年來養成的 因為他最大 人民奈何不了他 法律也奈何不了他 司法也奈何不了他 國會也奈何不了他 監察院更奈何不了他 甚至還幫著他 你說台灣 碰到這樣的一個執政者 台灣的人民還有希望嗎 真的沒有希望 所以請大家真的在這次的選舉 務必要下架民進黨 至於國民黨也好 民眾黨也好 誰執政都會比民進黨執政好 這是我的看法 詞秀座 CBS CBS CBS